大家好 今天是6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也挺難搞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你說市場來說 大市的點數 變化不大 如果你算昨天的時間 今天也能上升 不過 如果你看看今天跌的股份的數量 並且跌幅的話 大家會很可怕 這次 我想說 世界股股災 大家都不為過了 我不知道大家手頭上 有沒有持有這些股份 希望大家沒有 因為我一直都很主張 大家也看到我推介的股份 是不會有這些 世界股 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 我們比較著重於一些基本的分析 不是靠這些 投機 你說買這些股份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投機的做法 而投機本身 就是跟一些 賭大小 可能賭兩手 沒有關係 應該是差不多的關係 你賭了錢 如果有錢來的話 輸了 是對的 你本身是輸了的心態去玩的話 你輸是應該的 但是投資又不同 投資 你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回報 或者是希望 做完功課 覺得它好 你才去買 所以今天的現象挺有趣的 騰訊又破頂了 但是這些世界股的路 是這麼恐怖的 大家不知道 那個想法是怎樣的 但是我仍然會很堅持 其實選股 或者買股 最重要就是 公司本身的基本面 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拿著一些好股 其實你不怕的 今天大家如果拿著一些 可能是重品的籃籌股 就是匯控 騰訊 其實今天市場 那個氣氛 如何差也好 你是不怕的 因為你知道的股 你每天都會跌 跌八成 九成 所以那些股 你就會安心持有 但是相反 你買了那些小價股的話 就要承擔這些風險 這是 無可避免的情況 那好吧 昨天和大家 好像都說過下半年的時間 一些影響著大股的變數 那今天不如說一下 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的變數 下半年都多 第一件事就是監管的細質 假設 可能假設監管的動作 可能對於市場來說 是不利的 不過我自己認為 應該這個機會 不會太大 甚至乎 除了樓市 樓市 銀行之外 其他那些法規 我想有機會 會輕輕鬆手 那這件事 本身 可能對於市場來說 是好事 那當然你說 在下半年 還有一個十九大 還有就是 我相信樓市的調控 是會繼續 所以樓市的情況 就不樂觀 是難搞的 不過通常我們很有趣 如果樓市不行的時間 呢 股市的行程 又會比較好 還有近期你會看到 股市的情況 其實不是算很差 所以現在 我自己覺得 大家如果本身 就算是會沒有 輸過大市 內房股 那些股市上升了很多 這些位置 真的要好好小心 還有內地方面 有些國賊受惠版塊 例如醫藥 和環保這些 其實都還可以 所以 大家下半年的主題股 也可以回顧這堆的版塊 但有沒有辦法避免呢? 其實我自己看汽車股真的升得太誇張了 下半年還有沒有這麼好的行程表現 我自己是真的有點暴留 內房也是 內房買一些大男丑的 中海外、晚科這些都還可以 其他人再追我自然都覺得不太划算 所以建議我們這些版法去看 這些都可以再部署一下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明天再找一些外面的因素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希望跟大家說 其實現在的市況 雖然說是半年結 不會有太多見望 還有這一堆的世界股 明天究竟是跌定尾呢? 明天要再觀察一下才會知道 不過無論如何 這些股份我真的不建議大家考慮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買的話 減少一些 科技股的股份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看會買吧 不是現在的股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明天回來我們再講一些 其他版法的看法 以及對於外遊方面有什麼 影響港股的地方 拜拜